第一天早 民族兼音笔 在那边里面 文族的风格就是民心无话 你不信任的人跟琵琶势 话无点精 里面一点 我觉得他有点天下 一人的奇奇怪 越走越大 民族党会的 四下照顾的文明晴 剪載客 余真正 不要那麼非作妙客 大家好 我是漁夫 歡迎再度收看我們假講在地館店的漁夫評論 我們今天有一位話題人物 就是以最近剛剛獲得的內政部二等勳章 而且在台北市的所有里長裡面 他們對他的評價 合作給大家的陳澤南先生會到我們現場 不過就與大陸市民政局局長同樣的 因為最近看了伍澤言的時候講了幾句不當的話 那麼變成有些困擾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專訪這位陳澤南局長 好 我們看今天的報告 我們今天的報告在內地 我們看到很多這個 我們的國家發展會議已經召開 那麼這個國家發展會議召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到我們的陳水扁市長 一到了現場 他簽完名以後就走了 為什麼走了 因為他跟畢福國小的學生有約 要把他們的廁所問題給解決 陳水扁說 這個小孩幫忙的事情 比開國家發展會議更重要 所以他就走了 我非常的認同 因為我們這個國家發展會議 到底是要開出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呢 到目前為止呢 大家來 打開了 請過來 請過來 不知道喔 我也不知道 一樣 我們大家都沒有人知道 我們的國家發展會議到底是要做什麼用 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實在是說起來很可能 那麼這個國家發展會議呢 依我看呢 這個反對黨去參加 讓我想起了五則的故事 第一則呢 我們知道這個掌權的人通常都是獅子 所以第一則故事叫做獅子的故事 欸 這個塞啊 有一隻獅子 有一個牧師呢 他有一次不幸的碰到了一隻獅子 那麼他想說完蛋了 哇 碰到這隻塞 我沒命 所以他就趕快跟上帝祈禱 欸 祈禱到一半的時候 他也突然看見那一頭獅子呢 欸 他也坐下來祈禱 啊 牧師很高興 他說我終於碰到一隻有文明教化的獅子了 那麼他就問那隻獅子說 欸 啊 請問這一頭獅子 你在祈禱什麼 獅子說 我在感謝上帝賜給我豐盛的晚餐 所以喔 獅子就是獅子 千萬不要說能夠跟獅子去談判 那麼第二個故事呢 叫做約會強暴的故事 最近啊 非常地流行這個約會強暴的這個事件 我們知道有一種 我愛我 愛妹妹啊 妹妹我愛你 你是不來不去跟他唱這首歌嗎 我聽到強暴的約會獲得興奮 好 來啊 約會強暴啦 我們知道呢 有一種藥叫做FM2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這個國民黨呢 他用這個費審來當誘兒 那麼請這個民進黨呢 來參加喔 民進黨聽到費審 就非常地高興衝進去了 哪裡知道衝到國發會的現場 發現國民黨費審也不要了 現在虛審減審等等 各種理論都出來了 後來就叫做約會強暴 不過新黨的朋友也要特別地小心 雖然新黨呢一再地表明說 隨時要奪門而出 退出國發會 但是呢也要小心不要被信騷擾囉 那麼第三個的故事呢 叫做許姓良的故事 這個國發會呢 正在討論討論到一半的時候呢 正在如何想說 讓這個總統的權力更大條 這時候民進黨的許主席呢 突然內急了 他就趕快跑到了廁所 準備要撇大條 欸 正要撇的時候呢 發現了這個國民黨人坐在他旁邊 這時候我們的許主席趕快拉鍊一拉 彎頭就要走 正要走的時候 國民黨人就告訴他說 你為什麼要走呢 許主席 這個許姓良說 不行 我一定要走 你們國民黨的喔 只要看到大條的 都要收歸李登輝所有 那麼第三個故事呢 那我們想到的是史達林的故事 通常我們李總統 如果每一次召開會議呢 那麼就會像史達林一樣 我們知道這個史達林 每一次召開會議 他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陳述他自己的意見 在這個史達林 在陳述意見完了以後呢 他就請與會代表 來 你們各位啊 馬上發言 那麼開始的 與會代表在發言的時候 他就開始打瞌睡 打瞌睡完了以後呢 等到每個人都講完話了 史達林就醒過來 他就問與會代表說 各位 你們都講過了喔 他們說 對 都講過了 好 那就按照我最先提出的原意通過 所以說起來 還是李登輝的意思為主 等一下 我先唱一下 好 來 路生之地 雖然無所愛 大條 現在斷在流程大條 你是發生經驗嗎 我們都講到這個嗎 沒有啊 你剛才講到大條 我忘記的應該插廣告是不是 我怎麼還要進廣告 黃老師呢 有點秀就沒關係 我們繼續我們的談話 我們的談話 第五個呢就是太監的故事 這個我們國話會開完了以後呢 在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讓我想起一則以前紀曉蘭 有學問的人 這個人很會講笑話 那麼他有一次呢 在這個宮廷裡面呢 被一個太監給逮到了 那麼這個太監逮到他的時候 要求紀曉蘭一定要講笑話給他聽 紀曉蘭說 好吧 你如果一定要我講笑話 我就講一則笑話 他說 從前從前有一個太監 然後就不講了 這個太監說 下面怎麼了 他說 下面沒有了 所以呢 以後國話會開完呢 就是 後面有沒有後續動作 不知道下面沒有了 安卓 你是怎麼樣 你不是說下面沒有了 就沒有了 你就不用唱了 你就可以回去了 來 所以我們台灣人呢 有一句話說 說呢 如果要講到 讓你把這個脆弱會怕乾 這個脆弱會怕乾 台灣人說這個有意思 來 我們來看看我今天 所畫的一張政治漫畫 來 進漫畫 來 進我的漫畫一下 我的漫畫不見了 我的漫畫不見 我的漫畫你看 來 我喜歡這個約會強暴 這是我們的許信良黨主席 參加了國發會 奇怪呢 今天已經達成了這個大和解 許信良為什麼會喜歡 被約會強暴 這就讓我們覺得很疑惑了 全世界哪裡有這樣子的反對黨 今天呢 我們也很高興 我們有這個特別的NG連線 我們連線到了這一位呢 就是國發會裡面一個 非常重要的人物 嗨 您好 您好 您是國發會裡面非常重要的人物 是 請問您是什麼樣的一個職位呢 那個 談到這個事情 我是非常有家學淵源 應該是從 我參加這種國家級的會議 包括像國統會啦 什麼等等這些會 一旦國家 遇到有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都會開這些會議 我所謂的家學淵源 就是應該從我的父親先談起 你的父親 因為這個 像早年我父親呢 像他就參加那個共產黨 跟國民黨 兩黨之間的那個國共協商 喔 國共會談就是 對對對 那更早之前呢 那就是我祖父 我祖父他是六君子之一 六君子之一 當年那個 袁世凱他當了總統之後 那一心想恢復帝制 那我祖父呢 也參與這樣的會議 那就 弄了一個會叫做仇安會 參加仇安會 對對對 那所以我個人呢 我自己就從那個 國見會 還有那個狗屎會 國屎會 國屎會 國事會 喔 國事會議 你提到現在那個國發會 喔不是 國發會 喔是 國發會 我本人喔 無意不語 是 那你看起來這樣的家學淵源 是姚順雨湯文武周公 以至於孔子孝 可見你這個非常的具有這個正統性 不過你參加的是哪一組 喔 這個我們這樣子就是一脈相傳嘛 我們都是參加那個總務組 總務組 對 總務組茶水科 是 那我本人身兼那個 茶水科的那個檢察官 喔檢察官耶 是是是 什麼檢察官 喔就是那個檢查茶葉跟茶水那樣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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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喔檢察官 非常謝謝 我想 現在你已經非常有這個有重要性跟這個代表性 是 那麼我們先請您這個休息一會兒 我們要先進廣告 那麼進完廣告以後呢 是 是 那謝謝你跟我們交入廣告 好我們休息一會兒以後 馬上回來務農這位檢察官 好 OK 歡迎再度回到我們家 港在地關店漁夫評論 我們知道我們今天這個國家發展會議呢 已經呢在這個台北的國際會議中心召開 那麼到底這個國家發展會議呢 對我們老百姓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呢 我們今天很高興的我們的NG元宣訪問到一位 是在國家發展會議裡面在港島地 絕對是有夠內幕 來 這位檢察官你好 你好你好 請問您這個檢察官是在國發會裡面呢 做些什麼事情呢 喔 那個檢察官啊 顧名思義呢 就是我們在會場裡面檢查茶水 那個茶葉 那個照這個國發會的整個議程來說 從一早就花了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來報到 那個時間大概大家比較沒機會喝水 喔 報到就花了一小時二十分鐘 對對對 那還有一個時間大家也沒機會喝到茶 那就是十點到十點半全體合照 是喔 花半個鐘頭合照就是 對 那兩個時間大家比較沒機會喝到茶 那整個國發會裡面議程呢 有兩個section 非常重要 那叫做茶序 喔茶序 嚴價之一呢 也就是說在這兩段期間呢 大家都會喝大量的茶 是 但是呢其實齁 依照我這個身為檢察官來看齁 其實 整個會場齁 不管他是第一次會議 或是第二次會議 哪一次的會議齁 其實大家都很有可能隨時在喝茶 那麽我的任務就是 隨時去檢查那些茶葉茶水 是不是那個份量 跟那個濃度 是不是有照那個政黨的比例 跟那個選票的比例 來給那個喝茶的各位那樣子 蛤 你說到茶水還要按照選票跟政黨比例 原則上我是照上面的指示 是是是 那雖然說我們整個那個國發會 分成三個組 但是那個討論的議題包羅萬象 非常之廣泛 那大到像兩岸關係 國家定位啦 憲政體制 那小到像那個 比較小到像那個 事業廢棄物的處理 在國發會都會談到 那也因此呢 我們這個茶 就必須準備了很多很多像那個 我們就準備了像文山包種啊 烏龍茶啦 香片啊 人家在台灣人家 吃的比賽茶有沒有 我們也要準備啊 像年輕人喜歡喝的 泡沫蟲紅茶 泡沫綠茶 女士比較喜歡喝的 像水果茶 花茶 這些我們都一定準備 可是喔 可是這個 因為每個人的口味 跟喜好不同 那 但是我們也有所堅持啦 是 就是說 俗話說嘛 什麼人玩什麼鳥 什麼人喝什麼茶 這是一定的 是 不過這個語惠代表對喝茶 有什麼特殊的品味嗎 所以一早啊 就 一早他就爭執的不休嘛 就是為了喝茶的問題 所以開始爭執了 好 像那個新黨人士 他們都喜歡喝五一茶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台灣的洞頂烏龍茶 是從大陸五一移植過去的 他們就嫌那個台灣洞頂烏龍茶 不夠正統 是 所以就堅持要喝五一茶 不喝烏龍茶 是 那那個至於民進黨呢 他們就說 他們也很拒絕喝那個泡沫茶 泡沫系列的茶都不喝 因為民進黨說他們是 最大的反對黨 他們絕對不是一個泡沫的政黨 所以他們有關於這個泡沫茶 他們也不喝 是這樣 那至於國民黨呢 他們就另外有所堅持 他們就堅持喝那個台東路野的總統茶 國民黨的就一定要喝台東路野的總統茶 對 反正齁 這個事情就是沒完沒了 一個上午就這樣炒炒炒炒炒 欸12點到了大家就要吃飯了 那我其實以我參加這麼多會議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為什麼要從12點到2點半 通通在吃飯呢 因為像 像一些平民老百姓啊 公司機關 或是那個行政機關 通常的午休時間 也不過這麼一個鐘頭嘛 那一下子國發會要搞成兩個半鐘頭 哇 突然間大家都不習慣 無法適應了 但是 那你們怎麼辦呢 你們有跟著休息嗎 沒有 這不行 這個職責所在 所以我就著急了 因為召集了所有茶水科的同仁 我們大家就一起研究嘛 那 這一個半鐘頭呢 我們就研發出一種叫做 改良混合製的那個茶 喔 改良混合式的茶 對對對 那 我那個時候就拿去語彙給大家喝嘛 那就遭到質疑咧 他說 這種改良混合製的茶 我們喝下去以後 那我們這些語彙人是嘴裡就吐不出象牙來啦 我說不不不不不 你不能這麼講 對 我這譯語喔 結果就驚醒夢中人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那個 泰姆 有沒有 泰姆 泰姆 美國新聞週刊 美國新聞週刊 謝謝 那個何大一博士啊 最近發明了一種 那個說 雞尾酒 雞尾酒式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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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 X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妙方嘛 對對對 是他發明了一種這種 雞尾酒式治療AIDS 對啊 我那個時候就是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就 欸大家都發明到這一點 可是喔 不過這個地方我倒想 我們那個時候開會 沒個結果就是說 這個 何大一博士喔 這個博士不應該都是 念完大學在念碩士在念博士嗎 是 那他只有念到大一 那怎麼會是博士呢 喔 這個跟他是不是大一博士 這事實上是他發明的這個AIDS 不過 乙惠各代表已經 同意你的改良式混合 哇 那這個可熱門 那一下子就熱門 如果我祖父跟我父親 在世的話 他們知道 哇一定覺得說這個兒子 真的是光耀滿美啊 嘿 所有乙惠人士都跟我要了 你們知道 這個AIDS還是要小心一點 喔 所以 所以乙惠代表 希望喝你的茶 防止AIDS就是 我心裡面那個時候 頓時也覺得很不平衡啦 喔 因為像我這種檢察官 我這邊用心養骨 你還要幫我調職 調去那種開會的時候去升旗 這是幹什麼嘛 又幫我調職 你看我做得多好啊 不過您這個 那個在倒茶的整個經過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國華會裡面 有比較特殊的 有趣的花邊新聞 喔 這個事實上我們在會場 我們是 雖然是要保持笑容 但是我們是不准隨便亂笑的啦 有沒有趣 有的是看個人啦 那像那個 就那個 因為他們是照那個姓名牌座位嘛 嗯 有他們照姓名牌座位 那那個秘書長 就被反對黨人士包圍著啦 那我們每次要去倒茶喔 哇 就被趕辛苦 突破不了那個防線 秘書長是吳伯雄 被新黨的人圍住了就是了 然後還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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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長 是 省長也來了嘛 那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配合國華 我想說省長 那就是談到省序句話費省啦 我就給他喝那個什麼 健美壽生茶 喔 給宋楚瑜喝健美壽生茶 對啊 那旁邊就說 人家宋省長又不那麼胖 夜耳清才胖嘛 所以夜耳清心臟不好 夜耳清才需要喝健美壽生茶嘛 好 那個市長也是啊 不過市長來喔 他很閃光啦 呃 市長就喝了一口 因為喔 市長他得過節食嘛 他知道喔 西瓜啦 啤酒啦 茶都利尿 所以他趕快喝了 就趕快你剛剛不是有提到嗎 市長後來又趕快 趕去那個小學那邊 幫人家處理政府的問題 怕小孩子也得節食這樣子 是 不過我們所知道 國華會分為三組 有憲政組 經濟發展組 主要兩岸關係 那有沒有達成共識呢 喔 你講這個事情之前喔 我們自己本身齁 那個茶水科裡面就起了內訌 喔 起內訌 對對對 我們本身齁 就先把這個指出 我們茶水科裡面就有一個那個 鼻子尖尖的啊 鬍子翹翹的啊 拿個釣竿的人啊 就常常來找茶啊 一直要找茶 我說奇怪的 你既然在茶水科服務 對不對 功利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嘛 你叫與會人員不喝茶 你在找茶 你要讓他們喝什麼 喝下水湯啊 對不對 這是不是幹什麼東西嘛 所以啊 我那個那些喜歡找茶那些幾個人 鬍子翹翹鼻子尖尖那些 我們就把它開除掉了 我們後來就瞧瞧瞧 幾個組裡面喔 就瞧瞧瞧了16個人 讓他能夠跨組 跨組來服務這樣子 那你說到那個齁 你說到那個齁 你說到那個我們分成三個組 對啦 的確我們在整個三個組裡面齁 那個 關於那個憲政體制這個地方齁 憲政體制就談到那個經營權嘛 對不對 我是這麼覺得啦 不管你是一個國家 或是是你一間飯店 你都一定要先確定經營權 是 啊知道 還沒說到25個人 拿那個木棍啊 拿那個棒球棒啊 拿那個高爾夫球棍 開山道就衝進來了 哇 你這個是講到哪裡去了 這個是人家在爭奪這個股東權的 對 那第二組那個經濟發展 這個討論就比較多啦 那像我們茶水科 我們自己本身就不知道 我們因為這樣子臨時工作 是part time還是那個阿魯拜託 我們這個茶水科 是屬於這種常設性的任務編主 是 它是屬於服務業還是屬於餐飲業呢 搞不懂 因為那個國花會喔 它開五天以後 就要官場歇業啦 我們不知道到時候 我們會不會有那個遣散費啦 最起碼像立委有個退職金嘛 對不對 你這個又講到是 國花會外面的這個抗爭了 結果我想 我想你把主題拉回來 我們是不曉得 你經過了一整天的這個辛苦喔 不曉得有什麼樣的感想 一整天辛苦啦 就是覺得說 實在是有代價的 為什麼 因為當初國花會開始的時候 就談到說 是要設茶水科還是設咖啡科 是 那結果我們後來就堅持設茶水科 為什麼呢你知道嗎 因為喔 因為這個大家一喝茶水喔 你看民進黨跟國民黨 馬上得到大和解啦 如果要是繼續喝咖啡 這個大和解 就不太可能完成了嘛對不對 是是是 好非常謝謝您的接受這個訪問喔 不過談了半天 好像您在國花會倒茶水呢 也沒有倒出什麼樣的結果來 不過希望您繼續努力呢 讓我們這些國花會諸公呢 可以呢繼續喝茶 茶序討論我們的國家大事 好 謝謝你 也謝謝我們的這個國花會諸公呢 這個清潭悟國 好 我們的這個話題人物呢 就是我們要講的我們的陳澤南先生 那麼他已經 目前已經來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休息一會兒以後 要來問問他一些有趣的問題 休息一會兒馬上回來 歡迎再次回到我們香港在地關店的漁夫評論 我們呢 很歡迎今天發問的主意 目前是想說 一邊有人跟你歐落 一邊還有人跟你買爭議性普大 我們的民政局局長 我們的陳局長 陳局長你好 臺灣來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先跟你交去內政部的二等勛章 那麼這個東西 到底是主要是鼓勵你什麼部分 我的附贈革新跟附贈行政效率 上次我看到這個李總統 有去參加這個一個區公所 那麼他也就是說你的這個做得非常好 李總統是在今年的5月31號來過一次 還有上個月11月27號也來過一次 那是什麼讓他印象那麼深刻 就是說他會鼓勵你這樣子 因為他總統競選期間 有很多海外的他的朋友回來 那麼這些去國多年的朋友 非常驚訝說 特別是有這樣的一個服務便民 所以總統選完之後他認為 不如親自來到底視察一下 到底是否是真的 那麼當時他就發覺到是真實了以後 當場指示啊希望能夠辦一個 全國附贈這樣一個觀摩會 所以11月27號我們就依照總統指示辦了 那他親自來再觀賞一次 那是有怎麼樣的我們過去 我們到護身事務所辦一個東西 像我個人舉個例子就好了 我那個身份證丟掉了 然後去護身事務所 我說我要辦這個身份證 結果那時候你還沒有上任 那時候我拿我的這個身份證去的時候 他就拿了一張這個假的 暫時的證明給我 結果時間一到呢我是要跟他換新的身份證 結果他來跟我講他說 他說對不起你新的身份證還沒下來 我說那還沒下來那我怎麼辦呢 我現在拿了這一張證明單 時間已經過了 那我在中華民國不是沒有身份了嗎 結果後來那個人居然跟我講說 你自己把日期改一改啊 結果我就很生氣啊 我說那我自己可以改 那我不是這個國家的公文 政府的公文都可以偽造了嗎 那現在有什麼樣的變化 當時那個行政效率很差 大概一個身份證大概要一個禮拜 所以市民通報大概來回多跑幾次 那現在我們大概改為在20分鐘之內 就可以當場把身份證做好 20分鐘之內 對 讓市民通報當場就帶回去 這樣辨明 那麼在服務的態度方面呢 我想 譬如說你去過的話 一定有發覺到不一樣 對待市民同胞 把市民當作主人 這種方式在服務啊 譬如說特別親切 那麼當然包括剛才你節目提到 在他那邊是稻茶 但是在國發會是稻茶 我們是鳳茶 我們是用兩手奉茶 對 這味道讓你奉茶就對了 對對對 那同時拿公文給 拿公文辦好公文給市民通報的時候呢 我們的工作夥伴一定是用雙手遞公文 嗯 市民通報要離開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站起來送客 這個公文是怎麼可以訓練到這樣 我想如果他心中有主人的話 是 他把心目中台北市民當作他主人的話 我想他這樣做會覺得很自然 是 不過事實上我們也知道這個 陳雪芬這個國民黨市議員呢 做了一些對里長的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調查呢 發現有這個八成三的里長是把你評定為及格 那麼認為你做的確實是真的是有聲有色 不過我們現在話風一轉 我們還是要問你就是說 我們知道您這個整個人生的這個 從政的過程裡面 那麼很不幸的時候 我們現在最近你除了被人家褒獎以外 還有比如你去碰武哲遠的時候 結果你突然講出那些話來 那麼為什麼引起這個全國婦女同胞的這個不滿 那你為什麼在那個時刻裡面會講那個話出來呢 我想看武哲遠先生呢 這是兩個不同的層面 以他的這個所作所為 那麼我想法律上一定會給他一個 另外一個處理 這是一回事 但是他是我的屏東師範的一個學弟 那麼我是校委會總會長 所以我想基於校委會這樣一個情誼啊 縱使他死刑犯 他也有他的人權 所以我想基於這樣兩種不同的層次 我以總會長的深入去看 他是屏東縣分會的會長 所以我想剛好碰到我的母校在12月8號 是50週年校青 所以在禮監事會裡面決議啊 說要我就近在台北去看他 那麼以便在校委會跟大家報告一下 所以你才去那個現場 那為什麼會突然講那個話出來呢 那當然我想跟我過去的環境有關 我家住南部啊 那麼我不瞞您說啦 我會有口頭禪 特別是看到一個很熟的朋友 譬如說他覺得他有所委屈 那麼有時候我們怎麼去表達 說安慰他呢 我們現在很難用那種 非常文學素養的那種職業 我們大概很難去表達 有時候我們用一個 類似粗話這種方式呢 好像質地有生 那麼他也覺得說好像無道不孤 有這樣一個夥伴來給他安慰 當時我大概是很粗糙的做法是這樣子 不過我們今天有特別的去訪問到你的 我們知道這個陳局長的兒子呢 就是立法委員陳其邁 那麼我們今天有特地訪問到這個陳其邁 來講講你這個人到底你的性格 是不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現在一起先來看一段這個陳其邁 來談談陳澤蘭 陳其邁的個性是可以說 我的了解是說 他是非常有在狭義的精神 包括說我小時候 有一次我眼睛被捲到 這個醫生 那個醫生 都一直說 以前的人比較有錢的生活 我這個 例如說我爸爸在教學 他比較沒錢 所以拜日不要看 我爸爸對這個教訓對書 對這個醫生 他也感覺非常的憤慨 所以當我看到的時候 他就一條客庭 這樣因為那個電影 對醫生的教學都弄給朋友 那當然我怎麼有教訓 所以他也包括說 我做醫生他也告訴我 是說對別人的態度 要士兵如親 要在政治上 也要有政治的情形 不管說不平的事情 一定要來不平之名 所以我以前說 我爸爸這個狭義 和對朋友的這個 好和對朋友的情緒和感情 是一直一般 我所了解的 我們政治人物裡面 他這部份的特質是 他有可能 別人比較沒什麼樣的地方 這個地方 好啊 這個剛剛您的兒子 也是我們立法委 陳希麥特地講到 你有鞠兩句啊 你的時候沒有人會用鞠 但是我也很憤慨 那麼那時候你有鞠嗎 那時候你有鞠嗎 我那時候在 我21歲 在家人在教學的時候 是 在教學 那你就帶你 我帶我的小孩 叫醫生看 當然醫生看 我們做老師的 覺得比較糟糕的小孩 是 當然那個環節 從我後來的時候 衝到頭前去就對了 醫生叫去 我覺得這個社會很不公平 對台語說不公平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 用那個裡面 比較本土的那種 做的 做的 跟我的環境 過去 台灣的中南部 這種事情很普遍 不過你特別來 有提到 就是說 做人 一定要這個 希望你的兒子 將來 將到這個 別人 都就是跟你的親友 這樣來看 是 那麼我們知道是說 你後來你在翻對 經格 當初 最早以前 你本身是國民黨員 是 那麼國民黨員之後 你就是因為這個 你大罵 那時候 開口大罵 這個 郝博春當 你是跟他做 賣台集團 是不是這樣 那時候呢 建格的這個 狀態 所以我那時候知道 就是說你在選舉的時候 那麼那時候 你就退出了國民黨 開獨 是 是 國民黨給你開獨 那麼那時候 我們知道你用一首歌 來 再來 請你補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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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上黃老師 那麼為什麼用這個請你 媽媽請你 就要補中 這首歌來做你的那時候 當初在競選的時候 的主題曲 那時候的政治環境 五年前 那時候台南的政治環境 是 國民黨裡面 這個 這個 痛跟毒 痛跟本土 是 已經 很強 當然 你剛才說 那時候 賣台集團這種 我以前比較 集數 那時候 這個家集團 還在集數 那時候 本土很強 我想這個媽媽 請你補中 這個媽媽 當然 不只是我家的媽媽 因為我這個 歌手 我選擇 主要的媽媽 就在台灣 所以台灣的本土 我們有一種火力 大家在疲倦 大家在尊敬 不過我們說實在 那時候你還不敢 民進黨進行 其實你就是台獨聯盟的民怨 為什麼你是台獨聯盟 那時候已經 跟台獨聯盟有接觸了嗎 準備要退出國民黨了嗎 那時候 秘密門 秘密門 那時候對我沒有說 可是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國民黨的時候 你已經認同台獨的想法了嗎 我覺得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進入國民黨的遭遜 那時候已經都對這個 對台獨的風向去 我覺得對台灣人民來說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你就 所以我問前的風景 都差不多在這個 台灣優先 是 台灣奔土 當然 也主張台灣獨立 是 不過你買了這個 自己民進黨之後 那麼當然是一般 對這個民進黨的這個地形上 會產生這個衝擊 比如說 我們所知道這個李慶雄 現在已經加入建國黨了 他本身就是因為你而影響到他很多的票員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想的未必是這樣 因為 當時這個 要還有另外一個民進黨 他危機就算 他兩位 他和李慶雄的同質性比較高 所以做成票一票分散去 不然李慶雄 當時表演也是算很優秀 不過我問前不應該是說 你自己民進黨之後 你已經變成是陳水扁 陳水扁在整個組閣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選定你當民政局局長 那麼我們在那個時候 我們所了解的民政黨派系裡面 那麼你好像那個時候 並不是正義連線的這樣子 一個很重要的成員 那麼為什麼 會被陳水扁嚴染為 當民政局局長 是因為你什麼樣的一個條件 我自己猜測 我自己猜測 因為我在二十一年前 我又在高雄市做過的李慶雄 所以民政就是 對李慶雄的基杖做起的工作 可能阿扁也算完了 可能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我過去當時有長期的教育 因為我過去兩次在教育團在算算 所以他感覺說 我這種形式風格 可能來當時這種民政 因為民政比較不是一種煥爸爸 比較不是要處理 要修理比較不是一種 那是一種人民跟政府中 的僑僑 應該是民政局長扮演的角色 可能他任何的形式風格 跟金氏 第三 民政局的單位服務 可能怎麼樣去勸導民眾 還是勸導我們的公務人員 他們能夠來為市民同胞服務 應該是用一種教育的手段 可能是更理想 那我具備這幾個特質 那我想大概是市長 認為我比較適合的 是 不過我們也是要再跟你問 就是說 等到你當這個民政局局長的時候 那麼你開始就要宣佈參選這個 準備就要開始參選這個高雄市的市長 那麼現在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陳水扁他本身有一個 整個全台灣的佈局 比如說他在桃園縣 就讓李秀人去選這個桃園縣長 那麼台南市就用他的學弟 他的徒弟許天才來選這個台灣市長 那麼在高雄市就由你來選這個高雄市長 那麼是不是陳水扁已經有一個 全國佈局的一個藍圖 你自己在跟他相處的時候 是不是有這樣一個 他是不是有這樣一個佈局 不過我想陳市長 因為你知道我是個性很帥子的 陳市長不曾跟我談過這個問題 不曾經跟談過 不過倒是報章雜誌或者支持他的人 對他有這樣的期許 希望他應該不僅限於當台北市長 應該有更大的一個突破 我想這是台灣多數民眾對他一個期許 特別我在高雄市民對陳水扁市長 那個非常敬佩 所以大家都一直期待 他應該不只擔任台北市市長 甚至於應該有最高的成功的職位 都應該 這是台灣人民之福 我想這是兩個角度 市長不曾跟我提過 即使我跟他很親近 也不曾提過 但是我們在地方 這樣的聲音是越來越多 特別是上禮拜 我們看到這個聯合報 民意調查 陳市長的市政竟然高達84分 那麼宋楚瑜先生他才77 我們高雄市的吳市長是64 那麼包括這個兩個禮拜前 遠見雜誌的一個民調 成績也都是類似這樣 我們現在知道陳水扁市長的 他的聲望非常高 那麼他對你初選這個 出來參選這個高雄市長 是不是非常的支持 我想 我還不曾正式談論過 要不要選舉的事情 因為實際上 當然我想陳市長他也了解到 我一個心意 因為民進黨在選舉方面 有一個提名制度 這個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 我想這樣的一個遊戲規則 也必須通過 那麼假如通過的話 我想那個時候 如果我是被通過的話 那我想陳市長會支持我 不過我們所知道就是說 您在當這個民政局局長的時候 這個很不幸的 這個發生了這個 宋七利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當然這個不是屬於你拐匣的範圍 但是那時候外面有一個傳言是說 你是你放消息給這個曲美鳳 然後由曲美鳳來陷害這個 你可能將來的這個 在黨內初選的對手謝長廷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這種政治的惡鬥 實在是令人起雞皮疙瘩 是怎麼樣一個惡鬥法 我們讓我們這個陳局長休息一會兒以後 喝一水茶我們就來馬上來談這個問題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 OK 歡迎再度回到我們現在的 在地館店余夫評論 我們剛剛問到我們陳澤蘭局長呢 是不是這個 你故意放消息給這個曲美鳳呢 然後讓他這個 用這個宋七利來打擊謝長廷 外面有這樣的說法是不是這樣 實際上因為我是民政局主管宗教 那麼發生了這個宋七利事件 那一般人就直接想到說 這是一個宗教事件 那這宗教剛好是民政局局長所管的 實際上在當時我們的整個過程 宋七利選項協會 是向內政部登記的一個團體 跟台北市民政局是完全無關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認為它是一個宗教 但是後來我們發覺 它是一個假借宗教之名 那麼行詐欺之使 是這樣一個團體 所以當開始那個台北市議員 曲議員舉發的時候呢 是有人向他告別他舉發 當時他 曲議員沒有特別提到說 特別是民政局的整個業務 所以後來我們跟這個媒體 我們表達我們整個事件看法的時候呢 那麼當然這種惡意重傷啊 就迎刃而解啊 後來就不曾再有人這麼提起 是 所以當然大家都很敏感度很高 有的時候有意要競選高雄市長 那麼謝商廷先生他也有意競選 那是不是我們背後有所動作 我想整個調查事件 現在都已經起訴 那整個這個事實啊 我們將來應該這部分啦 應該司法歸司法 應該會有一個很明確 那麼給受一個很清楚的一個交代 OK好來我們現在一起來了解一下 我們的陳澤蘭先生 從小到大他整個的這種成長過程 好來我們來看看他的相片 來我們這個第一章呢 是這個我們的陳劇長這個時候是在 我讀書中的 讀書中的時候 騎到這裡 那是在什麼地方 在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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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台南官人就對了 在新年 這個時候騎到新年 再提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董事軍 你當任同志軍 這是騎到嗎 這騎師範 騎動師範 騎動師範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應該是 這個師範的時候穿便裝 唉唷 裸造 我是不高師範的時候 我是游泳好手 我是平時的小隊 這個是什麼時候 是 師範大概三年級 快要畢業快要當老師了 是 那麼這一張已經 四大畢業 我教小學三年書之後又去讀四大 再去讀四大增加學問 對 那這個時候是四年 對 那麼一個是老大 一個是老二 成吉邁立為是老二 是比較小那個 比較小那個 那當時我當兵的時候他們已經 我當玉兵軍官 孩子已經會去幫我免費了 是 去免費了 然後呢 然後我這一張呢 這一張是屬於你在這個 喔 這一個是你的全家糊 全家糊 已經這個 有幾個小孩了 我是兩男一女 那麼最旁邊這位是其邁的太太 是 這是你太太 對對對 你是怎麼跟你太太騙到的 話說從前 我結婚很早 我二十歲結婚 那我太太也是二十歲 我們是這個 同住在一個村莊 可以說青梅竹馬 他當時在初二的時候 他學校也辦一個 在烹飪這類的活動 那我們這些男生啊 就去 這個一窩蜂就過去 那一看呢 就好像很 當時年紀很小 大概初中二年級 就很來電 那種感覺 是 所以後來我們就開始寫信 後來到屏東讀書 大概宇宴往來 大概有五年之久 大概五年之久 寫信 那是因為你下飛太厲害 因為你又得過 在那邊審的什麼 真文比賽第一名 是不是 對對對 應該是顛倒 因為我寫信寫得很輕 才練出一手好筆 喔 是因為寫情書寫得很好 所以才得到審的 作文比賽第一名 還會審的 不過那個 對啊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就是說 你 後來你在這個 本身因為是一個教育團體 那麼你那時候 本來是一個好好的老師 為什麼會搞到後來 跑去從政去選里長 怎麼會這樣子 嗯 實際上當時 我對政治還是有興趣 大概個人的一個性格 我認為跟群眾在一起是一種快樂 這種性格的養成大概跟我 初中畢業啊 那個時候是十五歲 我就離開家 就離開台南縣到屏東 自己一個人去那邊住校 在那邊讀書 因為那邊畢業以後 我又分化的時候 又分化到台北縣瑞芳九份 在那邊教書 喔 瑞芳九份去 那邊又到基隆 然後接著又到台北縣讀書 那畢業以後又到 又改行轉捏 又當過官方法院的經理 也當過出版社的發行人 那這樣一路走過來 這樣的一個性格 一個模擬 大概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的綜合體 所以我對政治也產生了一個興趣 那當然那時候的經濟條件 也比過去穩定一點 所以我想 隨而優則勢 或者是說 稍微有基礎以後 我想對政治活動 我就產生選 所以我從基層 從里長先競選起 是 不過你後來這個 從政了以後 當了一個立法委員 那麼後來你也脫離了國民黨 不過一般人來講 就是說你的政治經營的這個 這個手法上 比如說你去參加我們的葬禮 那麼你就會比較有這種次序 比如說 你會請了很多這種 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 請了每個人 你都叫他請到世宗 然後 很有次序的去參拜 是不是這樣子 對 我想這是一個禮貌 不過你面對上葬的這樣子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哲學 這種喜慶上葬 你的哲學 我想如果我們去參加喜事 可能喜宴的那些參加的人 對我們會有所批評 為什麼 譬如說 漁夫的這個妹妹結婚 成長去參加了 他們認了這個 我是很熟練的一個 喔 搖擺 對 所以會有大人物我去參加 但當然裡面的賓客裡頭 有可能一些比較中下層 他會覺得說當年成長選舉的時候 我也出哪里啊 那怎麼我妹妹我兒子結婚他都不來 所以喜宴我是很少參加 但是這種告別式啊 我想這是人家家裡的一個非常悲悲的一件事情 那我很需要友情來給他溫暖的時候 那時候我不會單刀副 大概我的服務處裡面的這個同仁啊 我們這個穿西裝啊 這個黑色西裝 那麼白襯衫呢 我們這樣一個隊友區的話 我們想對這個愛家呢 給他一定的一個尊榮 一個他覺得很尊貴 他是我們很慎重其事來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人就是說 你的整個這種組織的經營你是比較行 那甚至有人會 像上一次這個還有曲美鳳議員 說你在綁莊 那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說你每一個什麼 要給他們一個月多少錢 這是怎麼回事 我想當場我就答覆他 絕對不是這樣一個事實 那當然在政壇裡面啊 尤其在地方上 那麼我的兒子這一棒也成功 那麼當然在一個區域裡面的競爭啊 會造成有些落敗的人 那麼在黨內也有同樣這樣的一個競爭 那在這種競爭文化之下呢 我想受到類似這樣的一個批評 想是一個很自然的事 那當然我不便指責說哪些人有所嫉妒 我想不便用這種詞話的形容 不過雖然我們的這個陳局長 你的這個口才啊 雖然已經不錯了 但是跟謝長廷比較起來 你還是差很遠 所以在你們的這個黨內競爭規則裡面 有人說你可能會在第一階段的時候贏 但是第二階段你恐怕就沒有 因為這個謝長廷的口才而落敗了 有沒有這樣子你自己覺得 我想競選民意代表 競選民意代表我想口才是很重要 他可以話眾屈從啊 大概可以百分之十的選票他就可以當選 但是行政所長就不一樣 我們今天縱觀台灣的行政所長 我想倒不是每一個都是在話眾屈從 我想選民要投下這一票啊 一定要慎重選擇 因為他所提出的證件 他的行政經驗 他過去的為人主事 他的操守 他的品德 是不是都足以當一個市長 我想這個多方面考量 一定絕對不是用一場口才 然後來 如果用這樣的話 我想漁夫來選總統一定當選 對呀 我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想這方面啊 講話很穩重 很負責任 還有比較有內涵 我想這應該是競選行政所長 一個必要的一個條件 這樣好像縮小好像我比我講話不穩重 他沒有開玩笑 無心之過 OK 不過我們所知道就是說 有一個講法就是說 如果像以這個高雄市整個的狀況來講 是如果你來搭配陳菊 一男一女的話 那是比較有慎選的機會 你目前有沒有跟這個陳菊 社會局長談過這樣的問題 陳菊局長他社會局長的工作做的 確實是沒話可說 阿哥說我非常敬佩 因為民進黨遊戲規則 他必須透過黨內出選 所以我想黨內出選了以後 您所提到這個問題啊 也是在我很認真考慮的一個方向之一 不過目前還沒有去提到這個問題 我還不曾跟他提過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知道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兒子陳其邁常常講說 你呢 因為你當了 他叫你陳局長 跟比你 比叫你爸爸的時間 來得多 在外面場合他是想成為的 所以你知不知道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 對陳其邁來講是 今天很重要的日子 今天23號是其邁的生日 其邁的生日 他32歲生日 那你要不要在這裡跟他 跟兒子講兩句 兒子立委 生日快樂 祝他生日快樂 祝他生日快樂 所以像我們整個家庭 投入了政治以後 相聚的時間是很少 所以是非常抱歉 那麼他當然現在自己是政治人物 他也了解到老爸這種心境 不過父子情深 我想這點是 他是了然於胸 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這個陳局長 接受我們這麼多的問題的考打 非常多謝我們的局長 那麼也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呢 同一時間會記得 漁夫在這裡跟我們大家周圍拍拼 好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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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謝謝